妳不用了 妳三分力 她們就打掛要換手了 就這樣 我安排一個弱的對付她們 詹芷芹妳為什麼故意穿成這樣 我沒有故意 我平常上談話 是節目反正就會穿比較輕鬆 鞋子妳會這樣穿嗎 妳這一套是龍美窗簾贊助妳對不對 這個這個 沒有 芷芹今天就是好媳婦 不是 妳看一下她的背面好不好 也是非常的性感 小小心機 小小 不是整個 不能夠全部都露出來給人家看 妳再扭一次 妳剛剛說妳很性感 妳有一次 很性感 天啊 好可愛喔 來 人包先舉牌 剛才覺得詹芷芹那樣扭很性感 來 請舉一圈 先給面子 耶 沒有啊 我只是覺得妳剛剛那樣子那個動 讓我們覺得 讓我們覺得 沒有 芷芹我覺得妳沒有拿出實力 她其實可以 她可以 芷芹來 是 我們有實力 開始拆掉這件拖掉 喂 而且不是 等一下 對不起 請看一下她正面也很驚人 那兩頭爆是怎麼回事啊 沒有 我要展現今天我很有氣勢 所以她戴了兩頭爆 什麼破氣勢啊 真的是講資寶耶 好 重點不是性不性感 今天講的是好女人與壞 妳要霸氣沒霸氣 要狠勁沒狠勁 要性感沒性感 妳要性感 妳要性感 她只是撐住 撐住 等一下 不能做人先攻擊 等一下 美人姐 我們這邊沒有走性感 我們這邊走的是一個 對 端莊 沒有 妳穿這衣服 明明就是來演什麼 金氏媳婦啦 性氏媳婦啦 不是 她有她的 陳雷昕 不是 我們這個是好媳婦的代表 服裝已經男生舉台了 所以這點不用再說了 好嗎 加油 芷芹 加油 剛剛琪姐說 她剛剛說什麼 好弱 被姐姐們攻擊到神智不清的她 這場雷台賽還打得下去嗎 就是剛剛琪姐的意思是說 要多看對不對 就要多跟不同人約會 那我覺得女生呢 應該要鎖定一個目標 因為其實男生都會出去就是 打聽 對 因為如果你跟同事很多 或是不同時跟很多男生曖昧 其實男生都是會討論 都會說那個女生很好吧 有跟她約會過啊 這個女生以後在男生裡面 是會很難交到 沒有錯 對不對 我覺得 在我們男生的群組裡面 女生是被我們討論到了 我覺得你的交友範圍太小了 都交同一個組群 沒關係 你把男生想得太美好 因為其實男人呢 有非常多的烈根性 他在一開始跟你約會說 一定都是好好的啊 喔對 我只跟你出來 其實呢 他暗自的都會去廁所回訊息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因為呢 我就有親生這樣的經驗 所以他跟別的女生回去洗 回去洗什麼 回去洗什麼 回去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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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回去洗 回去洗 你們找一個 你們找一個耳朵有蛙為蛾死的 來上節目好不好 回去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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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回去洗什麼 上半生還下半生 回去洗 回去洗 男人呢 只要知道你說 欸 你全部都歸屬於他的 他就開始貪心了 因為像我個人呢 就是有這樣子的例子 我一開始呢 交第一個男朋友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啊 我要好好的跟你在一起 然後我希望初戀對象可以結婚最好 可是呢 完全 我被蒙在鼓裡 就是他一直都有在劈腿 那我就覺得說 欸 那我也是後來才知道的啊 所以我後來現在學聰明 我覺得 現在約會呢 就是要多看 而不是說 你要同時交好多男朋友 是你只專心交一個 可是呢 你要跟很多的好朋友 男生朋友 維持一個友好的關係 萬一這個男生 他哪一天 哪邊不OK了 你覺得 喔 我不要了 分手了 那你還有很多可以選擇 而不是就是 只專注於他 我只是覺得 因為如果你用這樣的方式 在交男朋友的話 你不會交到一個真心的 因為對男生來講 他的觀感是覺得 你也是很隨便 就是會跟很多男生 就是在曖昧 那他就會覺得說 喔 那你可能跟大家都是隨隨便便 所以他交往 跟你交往的時候 也不會很真心 因為像我有個朋友 他是壞女人的代表 就是他比較是喜歡 跟男生曖昧的 所以他就會跟男生都一直曖昧 比如說他會傳罐頭簡訊 他就會比如說說 喔 你在幹嘛 我好想你喔 但他那個簡訊可能是傳給20個男生 然後看誰要跟他曖昧 那在這個同時呢 他跟其中一個男生後來交往了 可是那個男的對他沒有信任感 因為他知道這個女生 就是會到處跟別人就是曖昧 曖昧去的 所以那個女生的手法拙劣 對 但是所以他還是壞女人的代表 只是有分厲害的跟不厲害 他就屬於那個不厲害的 對 但是重點是他還是壞女人的代表 對不起 那是笨 那是笨女人不屬於壞女人 來 換手 對 上 你不要走喔 我站好 上 小黃 加油 加油 我幫你自己帶的力量 很酷喔 不要怕 殷琦教我們一種姿勢 可以抵擋她的氣場 你就這樣站嗎 腰腰彎的喔 好 好 像我覺得 殷琦很會這樣 對 就這樣站 站好了沒有 好 可以 妳知道 妳剛剛有瞬間立正 妳知道嗎 瞬間立正 瞬間立正 為什麼都要欺負我們 沒辦法 我們剛剛想要這樣站 才抵擋她的氣場 樓腰彎一直想 這樣好了沒有 她說 瞬間立正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妳碰到月問了啦 答不過了啦 躲在那邊有用嗎 妳要站在這個點 站好 站好 我覺得妳的朋友 可能是太年輕了 所以不知道怎麼來判斷 我們所謂的交男朋友 譬如說我現在身邊出了 出現了四位男生 妳不能跟他們搞曖昧 什麼東西都是從淺而入身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先做朋友 以做朋友的方法相交 然後呢 看她的生活習慣 看她的生活為人 看她旁邊的朋友 是怎麼樣批評她的 是怎麼樣 說這個人的做人處事 是什麼樣子 妳稍微清楚了一點 才可以再做第二步的 妳知道 再進一步的交往 然後再進一步的交往的時候 在四個人裡面 可能妳就已經刷掉幾個人了 譬如刷掉幾個人的話 聽得風評不好什麼 這可能已經經過兩三個月的事情了 然後我就選定一 買定為一 然後比手 妳懂我的意思嗎 就好像賭博一樣 對不對 妳不可能一去就買 我買三號 對 對不對 看一下那個對不對 人生就是一場好賭 對 譬如說我們在賭馬 有沒有 一號馬 二號馬 三號馬 四號馬出來 這四號馬出來以後 妳不可能是這四號馬 這四隻馬 每一隻都是妳喜歡的 因為環隨便手 樣樣都有 可是也許納豆來第一個 我就 我根本不會選她 對啊 可是問題是 再出來 交朋友久了以後 我就覺得 原來納豆是這四個男人裡面 最有趣的一個 雖然她不是最帥的 可是我會選一個有趣的男人回去相處 因為我不想找一部 無知天書回去 她也看不懂我 我也看不懂她 兩個互相讀不出來任何一個字 而且納豆每次都說她 那個是大家都這麼說 沒有什麼事 洛姐 如果今天遇到一個狀況 是妳跟比如說 A男約會 正在約會的時候 同時遇到了B 也是在曖昧的對象 那該怎麼辦 妳不用每一個開始都要曖昧 對 但我就是說 妳可以先從A開始交往 但是如果B出現的話 妳也可以先當她是朋友 如果B更有魅力的話 妳就跟A講說 對不起我今天愛上B了 我先走一步 像我就有這個情況 我曾經跟A交往 這個A對我非常好 非常喜歡我 可是有一天我出去玩 出去吃飯的時候 我就碰到了B B剛從國外念書回來 可愛到不行為止 我愛死她了 我怎麼認識她的呢 是我們一桌吃飯 因為很多人 所以我們也沒有多多的交談 然後回家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哇這個A好可愛喔 她剛剛留了什麼東西 然後開車的時候 我不曉得A的車子在 B的車子在我前面 我就不小心 在紅燈的時候 就不小心 哇滑掉了 就創到B的車子 從後面給她 這邊是故意的吧 是故意的吧 為什麼 是我故意的 是故意的 我故意的 我想認識B 製造機會 對製造機會 就輕輕地創一下 她的司機就走下來了 那我就說 因為我看 妳看這麼好的車 我開這麼爛的車 我想創一下 看看應該沒事吧 試試看 下次我可不可以換這個車 好大聲鼓吧 這是什麼理由啊 然後我們就交往了 一定她對我有好感才對 先創車試試看 有沒有好感 一創車 有好感了 沒有好感會 下來會怎樣 沒有好感呢 就要賠錢了 對不起 賠錢 賠錢去警察局 對不對 那有好感還下來是怎樣 等一下 怎麼會這樣 妳人沒事吧 那妳有沒有事啊 怎麼樣啊 那妳車子有沒有事啊 我說 那我想修車 妳有認識的修車公司嗎 我帶妳去修 我叫司機幫妳弄 這不就聯絡上了嗎 但是我們也有開跑車 我開一部Push 她也開一部Push 我去弄前面 紅綠燈請 一看到 長這個樣子 多少錢 我先陪妳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妳常常在市區 製造一些假車禍 有一些假車禍 小小的Kiss一下 她家 羅姐她家牆壁上 有六個跑車 特殊的一個生活方式 可是羅姐 當我認識B以後 我就很快的跟A講 不好意思 我愛上別人了 我不想浪費妳的時間 她戀愛了 也還感謝妳對我的愛 然後我就說 對不起我要走了 你知道我跟她分手 我跟這個男的分手以後 我跟B交往的時候 這個A在我家門口 站了半年多 就是每天看我們兩個 進進出出 因為她捨不得放掉我 到最後半年多以後 我的朋友才跟我講說 她真的不站剛 我說她在哪裡站剛 你知道當妳的 譬如說我那時候 B是George 我愛上George 我的眼裡面只有George 那個A在那邊站剛 站了半年多 我都不知道 好可怕喔 妳看妳上了多少男人的心啊 我跟妳講 男人都是有一種天性 當她沒有答正 沒有得到妳的時候 妳說什麼 她都嘛說 好啊 妳要什麼 她都嘛 OK 這是我們女人 最大的一個 可以享受的一個階段 所以妳跟很多人 都是在朋友的階段 絕不讓他們答正 絕對不能讓他們答正 絕對不能讓他們答正 多久才可以答正 最快四個月到半年吧 嗯 差不多要 妳知道 為什麼妳知道嗎 這對妳們來講會不會太久 有的男人會 等不及就走了 有啊有啊 等不及就叫她走啊 不然楊誠毅妳都多管 好好講喔 有在神秘面前跳過舞的喔 快點 我覺得差不多 一個禮拜到一個月吧 楊剛剛好多久 最快大概 一天 一個晚上 大概 兩分鐘搞定 大概 還算那麼精確 五個小時 你還有跟這個 你還有跟這個女的交往嗎 有啊有啊有啊 交往多久 五個小時啊 三四個月 那最久才是到的 答正啊 三四個月 那那個交往多久 那三四個月 那時候想要放棄 對就不要了 但是後來她又回來 答正了之後 你們交往多久 呃 交往大概 三天吧 蛤 所以我們在這時候 起碼你看 可以拖久一點 忍耐不住的話 就是她什麼 她只想得到你的軀體而已 這種人 就趕快刪除法 叫她趕快滾 如果能夠熬到半年的話 你不是也過了半年 很快樂的日子 對不對 答正以後 就有兩種結果 一種是 你們兩個可以繼續走下去走很久 一種是 互相不滿意 掉頭就走 哦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在答正之前 我們還有不斷地探索 因為除了沒有答正以外 我們三位 有的時候在大概五六個月 要你快答正之前 你可能就會有一些 比較深層的動作 比較親密的動作 要給一點鼓勵 要給一點鼓勵 對 而且在鼓勵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 她是不是你要的 但是我覺得男生最主要是 希望看到女生的真心 而不是希望看到她的道理性的多數 對 沒錯 對 我在跟你交往的時候 我也是拿真心出來交往 因為我已經在這四個月 他剛剛講了 他看到B 他連A啊 C啊 D E F 什麼都看不到 對啊 可是他A B C 其他都還沒有放手啊 沒有 已經放手了 你錯了 不是 你錯了 你錯了 沒有 什麼都看不到 你改變了 我不是 我就是 可以 你改變了 你改變了